最新的热闹现场我们看到是靠着一张照片窜红网路的猴抓妹陈维谦 她亲自出席了台中的活动却遭到了猴群包围 到底怎么回事呢 马上离先听着张俊栋来告诉大家 你所看到这个热闹现场就在台中 因为一张照片窜红的猴抓妹今天下午出席了这场活动 边咬呼拉圈呢在咬完呼拉圈之后还朝着台下来抛香蕉 接到香蕉的男性朋友必须上台来扮演猴子 对着猴抓妹来吃香蕉 谁最快吃完我们来看一下稍稍情况 这场比赛胜出的选手可以拿到猴抓妹所颁发的五千块钱现金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是大学的期中考猴抓妹成为千人 她今天考完了期中考之后赶快赶场来抢代言戏猴 但是在今天访问过程当中猴抓妹也说到 自己因为一张这个抓猴罩爆红 她也坦言曾经相当的不适应 但是看到她今天摇呼拉圈吃香蕉满头大汗 但是穿着清凉表现得还算大方 这是目前我们讲过在台中最新情形 把先镜头交换同里脱 好 谢谢运动带我们来自台中的 这个猴抓妹出席的最急现场 谢谢大家